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733集 而且,这三种悬门之气在水晶球上面分布得十分均匀 只拥有特殊录制视频功能的水晶球 不是三种悬门术法配合造就的 便是三种悬门之气合理地构造的一个术法 才让这水晶球有了如此的功能 单一的悬门术法是构造不出这样神奇的东西的 张帆拿着这个水晶球打量了四五分钟 但除了能感知到三种悬门之气之外 他并没有发现有其他任何的特别之处了 也更加没有研究出别的什么东西了 该如何观看水晶球里面录制的内容 水晶球的上下左右四个方位有四个小圆孔 你把体内的悬门之气注入其中 那视频影像便会在水晶球里播放 张帆听了 便把体内相簿之气拔入那些个孔洞之内 等那些相簿之气彻底进入这四个小孔中的那一刻 水晶球中传出了翁的一声清明 紧接着 水晶球的景象翻江倒海 有无数的水化在里面翻滚 整个水晶球看起来是五彩斑斓 与此同时 水晶球的周围三种悬门气息 也是变得越发的浓郁 不一会儿 那水晶球里便浮现出了一幅画面 这画面上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张帆和方言 两人掉入一空间之后的场景 水晶球所记录下的内容 跟一台摄像机记录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并且这一个机位所带的镜头切换 顶得上正常情况下拍摄的四五个机位 不得不说 这水晶球还真是神奇啊 里面所录像的内容 张帆只看到一半 毕竟之后的事情他很清楚 王先生们再看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水晶球的使用方法我也告诉您了 我这么配合您 您是不是能放了我了 着什么急 这才刚刚开始 这 你放心 只要你好好配合我 我一定不会杀你 我说到做到 张帆给女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并且张帆从来没有想过要杀她 因为从女人面相来看 女人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 最大恶极的人 反倒是有一些小小的善良 张帆想把女人安置在某个地方 这样 不仅可以留下女人的性命 同时也可以免除了 被女人泄灭的生命危险 好 好 你是哪个宗门的 天宗 听到女人的话 张帆眉毛一条 没想到这女人居然是天宗的 你的实力在天宗里面 恐怕并不会受到重视吧 女人无奈地看了看张帆 微微擦嘴 没有再接什么花茬 张帆这话 在一定程度上算是扎了她的心了 不过张帆说的也是事实 她在天宗的确是不受重视 在宗门里面 也是一个可有可恶的存在 你们宗门抓到贺安了吗 你认识贺三公子 我去机关山里面夺宝 贺安也去了 对 我把这件事给忘了 宗门还没有抓到她 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抓不到 我估计应该是费劲了 张帆救了贺安 与贺安道别之后 贺安去往华南省拿瓦岭 寻她死去的父母了 天宗是可以猜到贺安的行踪的 贺安这次的行程 被抓的概率是很大的 从现在情况来看 贺安应该是逃过了一劫 你们都说我上次 从机关山里面得了一样宝物 你师父有没有告诉你 那是一件什么宝物呢 没有 他只说这东西十分珍贵 宗主都会重视 女人说的 连宗主都会重视的话 张帆并不意外 因为当初她奶奶 给断成托梦的时候 不仅说了 让她前往藏区探查她父母的消息 而且还说了 让张帆一定要获得 方浩明他们村井底下的东西 而方浩明他们村井下的东西 与张帆在机关山里面所获的东西 是一模一样的 从她奶奶对于她的叮嘱 便能够看得出来 她奶奶对于这样东西的重视 那么天宗的宗主也重视 这是很正常的 那你们这次去往机关山 获得了什么东西啊 什么也没得到 只拿到了这颗水晶球 那你们去机关山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去找两颗成人半个拳头大小的黑色珠子 黑色的珠子 那你见过那两颗黑色的珠子吗 没有 那你知道那两个珠子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又有什么作用吗 你也知道我人为言轻 在天宗没什么地位 我师父怎么可能把这些东西告诉我 女人脸上浮现出一抹尴尬 张帆看了看的 又问 这两个珠子被谁给夺走了 被一个身穿黑袍 看不清脸 也看不出性别的人给夺走了 那你们有没有从侧面 查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呢 虽然她跟我们一起进的机关山 但她没有跟任何一个人交流过 而且无论做什么事 都站在大多数人那边 所以一开始她并不显眼 另外 起初她出手使用的是道气 我们都以为她是修道之人 可最终在关键时刻 她打出了魂器 我师父的道行处在第三境 也就是天师境第三段 但连她一招都扛不住 听到女人的话 张凡眼角不禁一跳 天师境第三段的人 连对方一击都扛不下 可见对方的实力有多么强悍了 还同时修炼过魂器和道气 这可是十分罕见的 让这一阴一阳两种气息 在体内共存 是十分困难的 从女人的叙述来看 这人倒是十分的神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